为一名日风爱好者 我又回来再补充几句 上一次做视频是在铁窗外 随着我往里 拉我进去 这里是Home Depot Garden Center 但是每家Home Depot不一样 有的朋友真的是到处赚 赚了好几家Home Depot 这家算是比较多的 两家轮的盆子 34.98和去年一个价钱 不错 也有朋友问了 Lisa问的 抓住我问 给我挑一颗红色的 其实是挺难的 看着这么多红色 到夏天就会变成暗红色 你这个颜色还要暗一点 如果阳光不足的话 甚至它能变成绿色 你信不信 同样的品种 在不同的生长条件 颜色也不一样 什么生长条件呢 比如说日照多少啊 半日照全日照全阴 还有土壤酸解性 还有土壤的肥沃程度 等等等等 我见过的特别红的 就是到夏天 七八月份还是特别红的 多多少少 都有不健康的特征 也就是说 它的寿命甚至于 会受到影响 正常情况下 或者是我们正常的期待 就是春天刚出新叶子的时候 通红 然后秋天 秋风扫露叶子之前 也是通红 足矣 回头一看 没人看我拍视频 好 继续说 日风根据品种不同 高矮差别很大 巨大 其实它高矮 它未来的高矮 它很多都是没有名字的 你知道名字 你到网上一查 就知道它高矮 但是很多呢 是没有名字的 但是你也可以判断 它未来的长势 比如说像这一颗 它有很明显的 要下垂的趋势 所以日后 你要是不撑着它 它就这么高了 甚至于 长长了以后 它就趴下去了 看它的生长历程 曲曲弯弯 就一直靠这个竹竿撑着 而有的呢 现在已经体现出 它以后会长得比较高大 你看这个 直挺挺的往上冲 有些虽然是往上涨的趋势 但是它的枝节 非常的短小 每一节之间非常紧凑 这也是一个紧凑型品种 日后长高了 成年尺寸 可能也就是最多 能到两米左右 可能都不到 一米七八 你要是想长期收集 比如现在正在发烧 想开始收集 大厂收集 长期收集日风的话 而家里又没有 特别大的院子 就建议 要么选择下垂品种 要么选择矮小品种 紧凑品种 当收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不一定红的 绿的也不错 而且不仅仅是叶子 枝干也漂亮 还有一种情况 它卖日风的同时 它夹杂了其他植物 这个植物是不是也有意思 我也要一个 往年这卖的时候 会夹杂子长青树 因为喜欢日风的 北美大众来说 喜欢日风的 都喜欢长青树 就像我 我就在它这买了不少长青树 后来使劲打折 卖不出去 今年就不上了 除了长青树以外 它还有Dogwood 还有Gingko 银杏树 今年上的 这又是一个品种 不一样 它都是没名字 这挺欺人的 经过我的火眼金睛判断 这是什么 这是Smoke bush 卢树会长得巨大 真能长成小树来的 甚至于大树 小心 当然了 这个也可以很紧 紧完以后 它会重新发质 也是一个庞大的灌木 挑选的时候 还有一点 有些已经看上去不行了 没发芽 大部分都已经发芽了 这个还不行 而且杆子变黑 这要小心 下面还行 下面还是好的 但是有不少可以选择的 那先看这个 这是绿色枝干 肯定长出来的叶子也是绿色 就我以前也提到过 你可以通过枝干的颜色 判断它是红的还是绿的 这个看上去还挺健康的 卫生不发芽 挺奇怪的 非常健康 而且这里 Home Depot是有质保的 你三个月之内 要是还不发芽 我估计三个星期 就能发芽之内 不发芽 你再抱回来退 一小盆 挺方便的 刚才说 那个是34块钱磨八 35块钱 看看这个大的 40 不是它价钱 价钱在这 130 这才是市场价 130块钱 这么一大颗 市场价 合情合理 那个小盆的 其实盆子比它小不了多少 那个小盆的 从它的枝干 树干 看 从那么大 长得这么大 需要多长时间 三到五年 好了 日本风数 说起来没完没了 今天先说这么多吧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